一家三口共乘摩托车 抱在手中的孩子 脸部还套着一个连接鼻子的呼吸管 管子则连接在母亲背着的书包 看了令人心酸 而目睹这一幕的一名路人 就拍下了这一家三口的照片 放上了社交媒体 照片被疯传之后 引起了首相拿督斯利安华的关注 孩子的父亲说 因为家境贫穷 无法让孩子享有更好的生活 让他感到伤心 罪名父亲 穆罕阿兹兰 今年36岁 是一名日新渔夫 每天的工资只有50令吉 他没有汽车 一家人只能够骑摩托 往返住家和23公里远的亚罗斯塔医院 他透露 11个月大的孩子 患有严重的肺部问题 需要24小时靠辅助去供养 穆罕阿兹兰在知道首相有意 要帮助他的时候 感到惊喜又感动 至于穆罕阿兹兰的35岁妻子 他和前夫的一名9岁孩子 则有心脏有孔 而立民17岁的孩子 则患有脑性瘫痪 我们下午后 谢谢观看